有些人說,中國人拜中國人的神,耶穌是西方的,我們就不要西方的神 這個回應最好不要對立,一對立了,他又會不想聽 我們就可以問他,你所信的有沒有幫到你 你知道他的問題,譬如他有煩惱、情緒問題、疾病、家人關係 你覺得耶穌所拜的神有沒有幫到你呢? 就是這樣,讓他回應,他可能會好啊好啊,其實很好啊 我們就可以問他,譬如你的內心會不會覺得煩惱 其實他一開始已經有個對立,他當然說我沒有煩惱 可能他會這樣,但如果我們認識他,我們知道他在某一方面可能會困難 你覺得譬如說和法國人關係會不會都很難搞啊 雖然你相信這個,即是你相信這個你的宗教,但你覺得幫不幫到你呢? 好了,這個就是去引導他看得出那個問題 我亦都發覺很多拜中國神,中國的神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他就看實質有沒有幫助他 所以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分享就是 耶穌真是在醫治、經理神、甚至趕邪靈 我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實質的證據 即是他是一個真的神 當然這些是我們嘗試不要對立 但到某時候我們都要解釋他 我們聽說耶穌是一個全世界的神,他不只是西方的神 那怎樣我們知道耶穌是全世界的神,而不是西方的神呢? 最好先不要說他那些事 而是說聖經所說的,聖經預言是全世界的發生 聖經預言的,這個關於耶穌,關於列國會發生的事 這個世界末後期的事 還有祈禱很多人真的得到醫治和安慰 即是甚麼國家的人都可以得到的 還有很多人有死過,他們有靈魂出血,真的有靈魂 有人去到天堂變成耶穌,即是耶穌是很真實的 除了這些客觀,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這樣 聖經在《創世記》說到神創造天地是很特別的 就是它一個整傳的圖畫,神創造天地是甚麼樣子 可能有洪水,可能有甚麼樣子 而全世界有幾百處的文化,都有創世紀所說到創世的其中一些片段 這件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對於這些最早期的紀錄,沒有人能夠去刪改 只是發現某處有些黑了一些場象,或者一些古代的文字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一部份是由聖經拿出來的 還有一部份是自己寫的 它自己寫的都是只有它說,沒有人能夠說的 譬如中國人有說到裏窩是用泥來做人 它都有說到聖經所說的東西 它是在這方面支持,其實它是由聖經拿出來的 它將這東西帶到中國人那裏 呂窩士唐窩是練五色石來補清天 五色石就像聖經所說的天雄 有這個彩虹是很相似的 和中國很多字的字都是講到聖經的觀念 譬如說魔鬼是樹林,有鬼有邪靈在樹林那裏 有一個女人在這裏貪欖 船就是一個舟,有八個口,八個人在船上 而公義就是這個羊遮蓋我 有一本書它寫了很多這些字 其實在網上都可以找到這些 中國字和聖經的觀念相似的地方 其實支持中文都是由那裏出的 不過後來他們就用自己的方法 而中國人拜的,簡單來說 基本上都是古人 而那些人到底是否神呢 根本不是神來的 譬如關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將軍 但那些人會拜他 而對於觀音都有三個不同的傳說 到底他觀音是甚麼人物 變成古代的觀音是男人來的 後來好像在唐朝時就轉了做女人 因為很多女人去觀音廟那裏求 於是他們就說覺得太多女人去了 不如將他做成女人吧 那些女人會喜歡些 或者覺得這件事好些 將他做成女人 就變成一個男人 一個粗豪的日本人 印度男人就變成一個 那些手指很尖的 好像收指甲的女人的故事 以前不是這樣的 所以並沒有支持到觀音 也沒有說他自己是神 佛就是一個 他覺得是 他見到世界很多困難 於是他就發覺 他們用印度教方法打坐看科和陳 然後就發覺那些虎老就離開了 所以他就教人做 所以純正的佛教要看過紅塵 但這件事實在太不吸引了 所以中國人拜是經常想進入紅塵 多些錢、生多些兒子、順利、健康 全部都是想得到他想要得的東西 而他所拜的基本上都沒有說到他的神 中國人拜很多都不是神 只是一個人 所以他是人 根本幫不了我們 我也試過有些佛教徒 跟他談的時候他都不願意 不過他祈禱又願意 他祈禱經歷聖靈後 我都帶過一些佛教徒 順利耶穌 但的而且他們都可以成為一種捆鎖 因為他們很害怕 我擺開那些 我離開了 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有什麼害怕的 這個都是我們去關心他 即是說你會不會關心有天台有神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有點失望 就是很多人是不關心這件事 他就算信仆宗教也是 他只是說我想現在有錢 有我想要得到的東西 他是沒有關心到到底我們去哪裡 而且很多人有個信念 死了就OK的了 完的了 就沒事的了 沒有所謂的 死了的時候才算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可能我們慢慢關心 讓他知道耶穌的真實 慢慢關心 是